中共的房地产肯定是没有未来的 总有一天会奔的 七哥其实也讲了很多 就是中共要故意把这个国内的房地产先引爆 然后呢再拖累 美国的那个房地产 美国的经济 这是中共计划好的安排 2023年年初的手墙内的媒体 你看任何人敢提一个 说要房子降价的这个事情吗 没有一个房地产公司 因为你只要敢这样做 当地的那个政府马上就罚死你了 但是呢五六月份的时候 媒体开始出现一个松动了 那些媒体上都在说要求 给这个新房子松绑 允许房地产企业降价销售 中旬啊 大概六月份七月份这个样子 可能就8月20号左右那个时间 中共那个媒体 好几个官媒都说了 中共的政策是允许房地产 公司自己降价销售 结果呢马上就是珠海 房子就是五折是吧 没想到就前天还不是大前天爆出来 广州天河区 广州天河区是广州最核心的一个区之一啊 广州是中共国最有钱的城市之一啊 这么一个核心的地段 这么一个有钱的城市 三折卖房 这是针对新房的 针对旧房 二手房交易 中共现在出台一个政策 你自己给买家签的协议不行 不承认 去过户不能成交 一定要通过中共办的那个 所谓中介公司去签那个协议 才能成交 那中共那个办的那个中介公司 他完全可以不给你错个这个成交吧 也就是说你的二手房市场 你想卖 你不一定能成交 就是人家在程序上卡你 不是价格的问题 现在是8月底 在墙内你至少能看到这样的 零星的报道再出来了 这个头已经冒出来了 已经能看到 就是防他这个迹象出来 你看他真正的不是说卖房子 就是说再拽老百姓的钱 七哥在直播中一直说 房导英台如果就是不打台湾的话 最晚不到年底 但你看看现在他所有的 全都爆雷 一个一个的恒大 绿贵园 各个的整个一个房产业 已经全部全不瓦解了 你说美国的那些 为什么要卖掉美国的那些养老金 要卖掉美国的那些退伍金 什么各种基金之类的 要投到中共国去 就是被中共管兰金黄 有人是给他们钱 有的给妇女 那有些你一不要钱 二不要美色 那给你人体器官 像这个基金格 就算换了六次心脏 全世界只有中共国 才能给他延续生命 谁能拒绝这个诱惑 帖子 有不ет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